在汐止香掌路靠近货柜专用道底下 只有下雨的出现积水的情形 而且一积就会好几天都不会退 车子经过见识行人实在是很困扰 所以6号上午院料正良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也要求进行排水改善 昨晚下雨道路旁边又积了好大的一滩水 这里是香掌路一段就在货柜专用道下 好几年来就因为排水不良 每次下雨就会积水而且久久不退 虽然雨停了好一阵子 但是道路上却积了好大的一滩水 而且一眼望去整个路边都有大大小小的积水 整个如果积水严重的时候 这个地方几乎大概都是水 甚至都影响到有时候车子经过 那个水花一溅起来行人都会被喷到 所以这个地方一直都存在这样一个问题 那一有下袋的时候 有陷陷不及的情形来发生 那今天我们里长还有向我们社区的主委的反应 那我们之前请工手来把它占了泄水口了 今天我们再请水域来看 这边还有积水很严重的情形 发现这个积水的严重性 就是我们新台这个货柜专用道的排水 排到我们这个香掌路下来 那应该在这个香掌路就排水不及 雨下大一点 路面积满水 车子一过 见识从这里走过去的行人 所以在接货陈勤后 六号上午议员廖正良就邀请相关单位人员 现场会开要求做排水改善 经常只要下雨之后都会有积水的问题 那我们一直研究的结果 是认为说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一个排水沟来泄水 那所以今天特别拜托议员跟公务局这边 还有公所这边来帮忙 那我们今天会看了以后 发现真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尤其是这里有一个桥柱 桥柱这个地方上面的很多的这个雨水 下大雨的时候水都从这边排下来 现在看的时候这边没有水沟 所以说刚好这个水沟 是去年有来做了一些测沟 可是没有做到这个桥顿底下 还不过长 我们请它延伸到这个停车场的入口这边 我想这样子排放就比较顺畅 那今天有请水利吉来 那请公所来 他认为这个是公所来试做就可以了 我们就请公所来研绎来试做 除了下雨积水 另外货过专用到流下来的水也是问题 所以会看后请公所规划改善 解决这一代排水不良的情形 解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